还记得当年那首 想设大江南北的山丹丹 还花红脸脸吗 被他翻唱后 一炮走红 他就是草耿歌手阿宝 阿宝 原名张绍纯 1969年2月27日 出生于汕西省大同市 中国内地男歌手 结业于大同艺术学校 阿宝2005年从央视星光大陆 走出来的他一名惊人 以农人歌手身本自居 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音乐练习 用原生态的响亮嗓音征服的观众 并于2006年登上了春晚舞台表演 阿宝具有清透的音色 独特的风格 他的嗓音浑然天成 原汁原味 而他的高音却由为让人称奇 草跟歌手阿宝央视的星光大陆中走红 那些年的星光大陆 成为了很多的有才艺 有抱负的人们施展才华的舞台 也不会有所谓的黑幕和钱规则 在其实来说算是成为明星 门槛最低的栏目了 在此之后 阿宝一曲成名之后 资源和广告也是不少 成为了其实很有特征的陕北民歌歌手 还登上过央视节目和央视春晚的舞台 当初很多人以为将来阿宝如果要成婚一定会娶王阿尔尼一位妻 除了他好像谁都不合适 惋惜的是现在王阿尔尼一位人妻 而阿宝也要另许他人 在15年年头阿宝推出过自己的一首单曲之后 媒体上就一直再没有他的音讯 个人微博上也几乎不再有什么音讯 所以一度被媒体质疑阿宝试试了 此后阿宝在微博上晒出了瘦弱的近兆 试试留言不公自破 网友们纷纷表示心中大松一口气 总算呈现了 留言就此打住吧 设下能够放心了 有网友祝愿阿宝 身体健康就是福 别理睬那些留言 比较惋惜的是 尽管从星光大陆走出的农人歌手 现在在各个领域也是成就不菲 但也有不少淡出群众媒体的世界许久了 旭日阳刚是因为帮风制止他们在重大场合 消费他的著作达到盈于意图 本身又没有新著作无法淡出